哈嘍,大家好 今天是難得的 幾天聯繫的 下一天以後呢 今天是唯一的 出太陽 也不是因為今天比較晚起 而是呢 為了拍今天這個 有太陽的日子 所以特別晚一點 帶危機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危機囉 等一下再見囉 嗨,現在我們進入了 雞舍,那今天我是 把他已經 堆了喜酒的 所謂的雞粉呢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的黑水萌 以及其他的一些 微生物 那他已經過了 無效期差不多三個月 那我今天 把他全部都倒出來 那就是這些雞仔們 補充蛋白質的 的時間 你看 他們 換的 正餐的換都不吃 他們現在就是 專門 一心一意的 在找這些蟲子 也就是他的蛋白質 來源囉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 再去欣賞其他的囉 這是我們的 夏季蘋果 那這就是我的所謂 鐵布山 鐵布山的功能 那我再把他造起來囉 這 另外一顆 是 那這隻 紅棗 那他本身去年 也是完全一片葉子都沒有 那這一次經過這個鐵布山以後呢 還不錯 葉子又長得很好 下面又有翠麗的葉子出現 那希望他去年 可以長得比去年更好 這就是鐵布山的 具體成效囉 那今天也順便看一看 我的 這應該是午夜桃 那已經 包裹了 那我包裹的方式 也是用 網袋的方式 而不是 用去年的方式 是用紙袋 那我今年是用網袋的方式 那我是要比較一下 這之間會不會有什麼差別 好啦 今天最後的一個 介紹祭典 應該就是 我的自製的 高架式的一個網袋 那我們看一下 最得宜的應該是 莫名其妙 他竟然又開花了 那這就是我的草莓 那今天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拜拜